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我想要去做 我接下来我想要去 这个是连续性分析 那请问有没有可能 我想要去做同期比较 比较什么 2016年跟2015年 各月的差别 所以接下来新增加一张 视觉化图表 叫做同期比较 那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如何做同期比较 第一件事情 同期比较最适当的图是 折线图 就是两条线 接下来一样是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在这边的销售额 他都一样帮我放好了 可是这个下面因为是同期比较 所以我们的轴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月 怎么样去把这个变成 从年改成月呢 是不是要向下探索 这边是不是季度一季度二 向下探索 可是这边他的意思是说 2013年的1月加2014年的1月 加2015年1月加2016年的1月 总和放在这边 对不对 我会希望说同期比较 是不是应该要四条线 才叫比较 所以请问这张图会不会画 会吧 只是把刚刚的直条图改成什么 折线图 然后折线图里面记得这个要点两次 它是不是就变成月了 然后接下来我要怎么样想办法把它变成四条线 因为四个年度是不是四条线 所以做法是这样子 这边有一个叫图例 我把订单日期搬来图例这里面 放开 我刚刚是不是有说一天就是一个点 对不对 因为现在这个订单日期 它图例里面所用的是订单日期 我是不是应该把它改成日期阶层 它就变四条线了 可以吗 图例 图例了解 2013年是绿色 2014年是什么 黑色 黑色 没问题 我稍微把它的格式改一下 怎么改呢 格式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漂亮的格式 就是我们先把这线太细了 想要设粗一点 把线设粗一点在绘图区里面 对不起 在图案里面 图案里面这个笔触的宽度 稍微把它设 设到五好了 这线条有没有变比较粗 还有 还有在这个地方显示标记打开 这个标记啊 标记稍微设大一点 可以知道吗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看 这样比较好 方便比较 对不对 这叫同期比较 请问我是不是可以比较出来说 2016年的1月在这里 然后跟2015年的1月 可以吗 这叫同期比较 然后以及折线图里面很重要的格式设定 我觉得最棒的格式设定是在图案里面 请把这个笔触的宽度稍微调宽一点 以及什么 以及这个标记图形设大一点 标记大小设大一点 好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 请做同期比较 请做同期比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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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